到底刀劍神域有什麼值得吸引的地方呢? 十年吧老闆 到底第一次看刀劍神域應該怎麼入手呢? 到底我本人有什麼要公開的發達大計呢? 大家好,我是廢柴、誠意、勇氣 我會在動漫、日本文化、香港文化出片的創作者 十年之後的今天,有一部作品的出現 它就是刀劍神域 五個刀劍神域優秀的地方 第一,劇本優秀 在2012年的時候 剛好是那些人開始不看電視 而轉向電腦、遊戲機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故事 由兩位主角 一起在艾恩國朗特 艾英倫德打怪的一個經歷 我相信這個是每個人 都會幻想的一個夢也入 我一定要在這個虛擬世界成為英雄 一個叫做Left Ear的物件出現了 這個物件令人可以連接這個虛擬空間 只要你能夠在第一層 一直去到第一百層 最後將這個BOSS打敗 你就可以得到解放 雖然這個是個遊戲 但不是玩的 因為只要你在這個世界裡死了 現實世界的你也等同於死亡 這個名言就像 Work hard play hard 一直在我們的心中 二,角色的超現實 我相信各位看過刀劍的朋友 都會被刀劍的打鬥吸引 說清楚一點 是被主角和人 那種屈肌的劍術吸引 包括在動畫第二集的時候 怎樣和結成命之內 Asuna一起合作KO這個BOSS的時候 在第四集 幾個人圍攻同仁的時候 十秒才扣得我四百血 但我十秒是回七百血 老闆 這個就是Level差的原因 在第四集 面對著最終BOSS茅牆 聖現的時候 零血之後 還可以 Madaadaada 還可以 動到 一刀插進去同歸 明日內Asuna的智慧和美貌並重 明日內那種 由圖鏡 到堅定那種心腦的轉變 同仁為了拯救明日內Asuna 而多麼瘋狂等等 這些全部都在角色裡面 都呈現出來 三,歌和配樂的推動 有看過刀劍神域的人 或多或少都會被她的歌和配樂所吸引 首先是 尚者Misa的Crossing Free 印記 Edomus Anaesting 等等 藍者艾露的Innocence Ignice 等等 第一集都驗神域的配樂 由美貌有幾大神的 這個SworthNet 無論在第一集開始 每一集同仁到海大忌 星塵爆裂戰等等 這些很喜歡的名字 一起合作攻擊的時候 有一些屍屍式的配樂 令到整個氣氛都是非常之到位 你或者沒有聽過 沒有看過刀劍神域 但你都會聽過 Edole同仁 明日內Asuna 還有就是上了神台的Lisa 不是韓國那個 四,時間的吻合性 這一點都是很重要的 你覺得一個作品經歷過十年 都還有一定的熱度 除了因為宣傳之外 就是那個時間的吻合性 都劍神域的動畫 第一季是2012年 第二季是2014年 第三季是2018年 加上它在季與季之間 有不同的劇場版 去補完更多關於小說的資料 為這個世界觀去補完 而當年有一套動畫 當時推出的時候 都有很大的迴響 但之後後繼無力 不知道你猜不猜到 就是魔法禁宣武六 當年的上條多馬 的神之右手 去化解一切的魔法 一方通行 那樣很喜歡它的反射能力 魚板尾琴那種 焦電磁炮 因底克斯 英格斯的魔法等等 魔法禁宣武六 第一季是2008年 第二季是2010年 第三季已經是2018年 在第二季和第三季之間 相差了8年 已經是令到很多人忘記了 魔法禁宣武六 首一兩季 說什麼已經忘記了 第三季 所以沒有人追不回 在兩年之內 一定要有後續 如果不是 觀眾就會忘記了 而這件事 刀劍成功 5 故事 啟發這個思考 在2022年 完美的虛擬世界完成了 我們可能利用VR AR MR 進行完美的探索 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把數據 虛擬化成為實境 我們都會思考 如果真的做了這個機器出來 我們是會怎樣 連這個虛擬身份過戶 或者是用這個虛擬身份 作為一個不死的人生 去到最後 亦都探討 有什麼是令到所謂的 這個遙光的技術入面是什麼呢 到底是愛呢 靈魂組成的條件 假如你真是一命 就爆機 這個故事 亦都給了我們珍惜 當下的感覺 到底是 轉移之後 去到第二個人的身體 的人 會記下第一個身體時候的回憶 能不能夠證實 這個世界是真實的存在的 或者我們出生的這個世界 只不過是一些數字 而真那個世界 是虛無 由你和我去創造 你或者我亦都會思考過的這些問題 在刀劍神域下 我們對未來有一種期望 同時又怕自己成為 阿寶說的那一句 人類總要犯同一個人的錯 的那類人 現在就公開我的發答大技 我其實在第一次看刀劍神域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那個世界觀很棒很棒 我是作者的話 我會作一個故事 是一個人 怎樣變為神的一個故事 包括是他的經歷 他經歷這麼多的世 每一個世代的主角 他離世的時候 他都會把他的靈魂意識 傳承給他的繼承人 然後這個人慢慢地 他由第一層所經歷的東西 直至到第一百層 他終於得到一條鎖匙 這條鎖匙 是通往天堂的鎖匙 而天堂的門口是一個守衛者 主角經過無數的失敗 成功通過這個測試 打敗了這個守衛者 進入了天堂之後 又重新開始 由第一層打到第一百層 由一階的天使 打到九階的天使 次天使 最後打敗了天使最強的守護長 得到通往神居住的神殿 當然這裡的時間 不停是傳承了不知幾多世 晚世 再由神殿慢慢地打下來 最後直達到奧林特斯十二神 經歷過一番極激戰 最後的結局是怎樣 我那時候沒有想過 大概就是這個傳承的一個故事 我都說笑我們都心中希望自己成為心中的神 喜歡的時候 我們那份好奇心 創意成為一個全新的自己 刀劍神域正確的順序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刀劍神域的劇場版 刀劍神域動畫的第一季 刀劍神域動畫的第一季 刀劍神域Over Extra Edition 刀劍神域動畫的第二季 刀劍神域動畫的第二季 刀劍神域劇場版 聚烈真戰 刀劍神域的第三季 刀劍神域成為了不少人都會記得的作品 希望大家在十年之後 也都記得2012年 刀劍神域 打給我們在2022年的回憶 在十年之後 2032年 我們都有另一部 可以回憶十年的動畫 就是動畫給我們最大的回憶 最後我是廢柴成義 勇氣一個會在動漫 日本文化、香港文化出片的創作者 希望大家喜歡 動畫